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康特这两天因为找不到人一直心虚不宁 所以他也没有想到老者为什么都没有联系他 其实他已经去了阿祖法那里两次了 还把他所有的东西都送了过去 老者最开始的初衷是帮助康特把阿祖法找回来 让他们一家四口早日团聚 可是阿祖法和他说了很多 他的委屈无奈 这可能还是他第一次主动和他诉苦 看来有些话憋在心里真的是很久了 不图不快 老者其实也知道 但是听他说了以后 觉得他真的太不容易了 其实他把阿祖法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 所以他下了决心 不再强迫他跟着他回去 让他再考虑一段时间再说 所以他一直没有打电话给康特 告诉他这件事情 老者其实也是为康特考虑 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把阿祖法惹急了 到时候他们夫妻因为意见不合在吵架 闹得不愉快更加不好 这件事情急不来的 让阿祖法先慢慢消了气再说 至于康特他也知道 在外面找人辛苦的 这次就让他吃点苦头吧 不吃苦他永远不知道珍惜 只有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找不到人 让他心里紧张 他以后才不会做出这样的错事情 康特不是老者的亲生儿子 可是他做到这个份上 比他的父亲还要负责任了 希望他能够知道他的用心良苦 不是到时候知道了 老者隐瞒他的事情而生气 那他真的就令人失望了 老者其实也担心孩子在外面生活 身体会受不了 所以他不会让阿祖法 一直这样住在这里的 等他气消了以后 还是要劝他离开 阿祖法的哥哥真的是个很勤快的人 他每次过来没有一天是歇着的 哥哥在这里让他觉得很安心 他也有时间照顾两个孩子了 哥哥过来以后生活的开支都是他买的 这让阿祖法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他和哥哥说 明天就不要再买东西过来了 我和孩子不需要顿顿都吃肉的 阿祖法知道自己的哥哥也不容易 家里也有三个孩子 不要让他再为自己花钱了 网友们看到他们兄妹 其乐融融的样子也非常开心 我爱不是你们的哥哥出来了吗 安 pickup 啊 IL 我要 ailleurs 哎 感谢观看